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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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 政府也希望使用本地货币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 正在实现更高效的外汇场口管理 也增加外部因素的抗压能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政府将继续引领进一步扩大与其他东盟国家使用当地货币的努力 同时 我国也将会从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亚太地区和金砖国家中受益 而这也能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同时 增加我国的贸易潜能 政府正实施各种改革的措施 以改善和加强国民的经济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因指出 除了加强850法令之外 政府也将通过公司合作计划完善机制 政府将继续引领的贸易潜能 其他的举措 还包括加强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 由财政部牵头的gear up计划 以及提高最低薪资 林慧因补充 政府仍然致力于通过实施符合国民经济愿景的审慎财政政策 加强财务状况 随着非法接待活动日益猖獗 政府预计在明年推出新的法令 以监管不受当局管制的非银行贷款机构 第二财政部长的特殊阿米哈姚萨透露 新的法令能够更好地监督贷款活动 和先买后付系统等问题 我们感觉到最低薪资 他补充,国行将确保系统的监管体系 能为金融事物带来新维度 以保障公众的安全 同时不轻易受到社交媒体上各种广告手法的欺骗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捷运公司与槟城珍珠干线 清快铁项目的承包商所展开的谈判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部长希望今年能够完成所有的程序 包括最终批准与承包商的协议 最后在提交给财政部审批之后 预测明年初便可以动工 本来的跟州政府合作 或者州政府的这个项目 现在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项目 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个成本 所以肯定它有很多的改变 所以我们重新跟这个承包商商量和讨论 那么有关这个成本的细节 所以这个工作可能在这一两个月里面就可以完成 我们希望明年初就可以正式地开工 来落实宾州清快铁的这个项目 陆兆福指出 该项目原则上已经获得内阁的批准 但在详细成本和建筑成本方面 还需要与承包商重新谈判 部长提到首阶段的珍珠干线 会从槟城国际机场至光大 而第二阶段则是衔接至北海槟城中环广场 陆兆福透露 先前的计划原本是从机场至光大的直线路线 但按照首相德西安娜指示 前往槟城中环广场 因此设计图需要修改 在成本和范围上会有变动 厅城北赖干把马尼斯的重建计划正式启动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该重建计划将在14.5公顷的土地新建一栋 可负单房屋 而388个单位当中 有177个单位是免费提供给长期住在当地的村民 预料三年内竣工 届时甘榜的原居民便可以迁入新居 陆兆福指出 重建北赖干把马尼斯地段的可负单房屋 每个单位的面积为850平方尺 每间价值40万令吉 而且工庇内还配备泳池等设施 而根据数据 目前共有177户原居民家庭是符合寄夫赔寄夫的资格 所以这个计划肯定会在这几年内能够落实 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把这个新的公寓建好过后 交给当地的受影响的居民 那么他们等到这个房屋过后才能够这块土地能够发展 所以我们跟私人的这个发展商合作 这个是一个双严的局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改善当地的这个情况 能够给到当地居民的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 陆兆福是在建造铁道资产公司 与宾州房屋局及Livanis Ventures公司签署协议 重建北赖干把马尼斯地段之后这么指出 陆兆福补充 后续发展阶段还将新建更多的住宅 并融入商业及综合发展 总开发价值高达15亿令吉 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对现有的法律进行审查 以便探讨是否有需要修改现有的法令 或制定新法律 以应对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的相关问题 消防部长郭宾新表示 这项举措 实际上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 包括个人资料外协议的问题 我们在尽管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将是主要的机构 负负责监管国内各行业 实施人工智能技术 也确保各方面良好 避免任何威胁和滥用的情况出现 请问更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TM新闻中文组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 精通三语 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出卖热尘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发送至 BTV Mandarin at rtm.gl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埃及艾兹哈尔大学将增加奖学金的名额 资助在医学 工程和技术领域表现优异的大马学生 首先 安罗表示 此举获得该校校长的支持 同时扩大大马学生的教育机会 除了增加奖学金名额之外 艾兹哈尔大学校长也同意在大马伊斯兰里科大学 开设伊斯兰科学的课程 该课程将在下个学期开始 并由艾兹哈尔语言学院和大马高等教育部合作推动 添加奖学区部合作推动 保留了学校的境界 以及教育部合作推动 基本及教育部合作推动 在中生的课程中 圈里施员的福祉您的行为 尽管理学館和学院和教育部合作推动 学院和教育部合作推动 跟大家 firefighters 尽管实际目 首相安乱是因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 9号起对该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 同时首相也到访爱兹哈尔大学 这一座号称为世界上古老的高等学府进行演讲 教育部也正在寻求与高教部的合作 与研究建立高级中六学院的建议 这项举措旨在加强中六成为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主流的升学管道 同时该部也正在仔细审核为大学预科班和中六生 落实统一入学考试的可行性 以为了是中六作为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 继续深造的主要途径和选择 主要选择 协制2024年 国国共生有27所中六学院以及635个教育中心 而在2024年至2030年中六蓝图计划下 教育部放眼在2030年之前建立67所中六学院 提到一个精明网络项目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豪透露 反贪委会还建调查该项目的实施情况 而教育部将全力配合反贪委会的调查 教育部副部长 另外黄家豪表示 在去年的3月17号 有关一个精明网络项目第二阶段 通信塔租赁和电费问题解决方案的备忘录 也已经在内阁会议中提出讨论 通讯部长发明指出 社媒平台的营运商离应更加阶级主动地阻止任何不道德的行为 部长强调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应当立即投入使用 以便有效阻止有害内容传播 发明还就涉及儿童性犯罪的社媒案件做出回应 指大马皇家警察已经与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接触 以便寻求技术支持应对相关的问题 马航的航班准典对有所改善 上个月是上升超过80% 交通部副部长的DUHASB Habibullah指出 这一提升是由于马航在8月底宣布 削减航班数量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对于马航在8月底宣布 此外,马航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飞机维护。Hazby Habibola表示,通过暂时取消部分航班,能够更积极地进行飞机维护,减少故障风险,并为乘客提供更好的飞行体验。 同时,马航还实施了采购新飞机的计划,作为提升乘客信任的策略之一。 国防大学在传霸凌的事件,受害的19岁大一新生,指控被学长踩踏,导致肋骨骨折和脊椎受伤。 目前警方已经传召9个人录取口供协助调查。 吉隆坡总警长德鲁斯蒂发文告指出,国防大学一名18岁的大一新生,上个月21号晚上被交到操场, 并且被一名大三的学长踩踏。 也因为如此,该名新生的肋骨和脊椎骨被踩至骨折。 如斯蒂表示,警方是在9号晚上8点接获相关的投报, 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25严重智商他人条文展开调查。 而身受重伤的大一新生,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近期,国防大学不断传出校园霸凌的事件, 上一中被揭发的是发生在上个月22号晚上11点45分, 一名间隙军官惨遭学长与烫斗烫伤胸部, 而警方也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其中,涉案的22岁学长在8号被押往法庭面控, 但他否认有罪,案件则定下个月27号过堂。 大马武装部队曾严重强调会彻查, 绝不包庇或姑息任何涉案的人员。 想在新闻电视台找到属于您的角色, 成为我们的议员吗? RTM新闻中文组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精通三语, 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充满热诚。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发送至 BTVMandarine at rtm.gl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中国与印尼同意加强南中国海的 海洋合作, 以促进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和平、 友好与稳定关系。 双方主要焦点将集中于经济合作, 特别是在渔业和保护自然环境等相关的领域。 印尼外交部表示, 合作的重点将集中在经济合作, 特别是在渔业和生态保护领域。 同时, 这项合作也将按照两国各自的法律和规定进行。 该部表示, 印尼在该地区的所有责任和国际协议将保持不便, 并继续有效, 无需任何修改。 印尼当局相信, 这项合作将有助于解决南海行为准则的问题, 从而促进该地区的稳定。 随着印尼东鲁沙灯加拉赏福洛勒斯岛的 勒沃托比垃圾垃圾火山爆发, 我国外交部提醒住在当地或计划前往印尼旅游的大马人 保持警惕, 并随时了解最新的动态。 目前, 所有身在当地的大马人都安全。 外交部发文告强烈鼓励还未登记的大马人通过义工修了登记, 以确保他们能够及时收到信息和支持。 至于需要领事协助的大马人, 则可以通过电话或电邮联系我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我国外交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 提供必要更新, 以确保在受灾区的所有大马人安全。 根据外媒的报道, 至今火山喷发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受影响的人数约1万人, 同时火山喷发, 大量火山灰, 导致当地机场关闭。 水灯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通常在每年农历12月的满月夜举行, 通过放水灯和提灯, 祈求好运和平安。 新闻最后, 一起透过镜头到邻国看看, 这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